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老两口在闹离婚 倒是注意啊 是抢救第三天起诉离婚 这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啊 孙老先生是因病去世的 去世之前呢 正在医院里头抢救 可是就在时日无多的时候 他向妻子萧女士提出了离婚诉讼 您说这是什么样的矛盾能够让一个老人都快不行了 还要跟妻子离婚呢 去世第二天还发生了这种冲突 要理清这来龙去脉 还得介绍一下这里边的人物关系 他年纪比我小啊 跟我父亲差35岁啊 从法律上讲他们是合法的关系 从伦理上讲好像说是妻母 咱平良心 说话的这位是孙家大儿子 他说的很明白 嗯 这是个再婚家庭 萧女士比孙老先生小30多岁 这样的家庭听上去嘛 是容易产生矛盾 但是大家却异口同声的说 一开始啊 还真没有 她比那个年轻人还浪漫 她每次都是都是宝贝啊 她都是 反正她我是她一生中见过最好的人 出气了 两个人就手拉手 我们从来不吵啊 从来从来都一句不好听的话都不会去讲 哎呀 两个亲的什么不好 亲的他们都羡慕都不得了 真是黄昏恋惹人现的 2003年退休老干部孙老先生惊人介绍 认识了离异的萧女士 虽然两个人的年龄相差的有些大 但是挡不住两颗想在一起的心 认识了几个月 孙老先生就提出结婚 一直打电话 你要赶快过来 你自己也一个人 我现在我也有这个能力养你 孙老先生说有能力养萧女士 那可不是随口说的 她每月光退休金就有14000多 这点对后边的情节挺重要 所以呢 我们要特意强调一下 于是呢 两位老人在相处了大半年之后 正式登记结婚 那么子女们对老两口的结合是怎么看的呢 毕竟老人年纪大 只要他过得舒服 过得满意 子女们都不会有意见 咱凭良心说 我们很满意 我们觉得确实也起到了照顾老人的作用 我们也对他很好 之前我们来晚都还经常出去吃饭啊 什么活动啊 带老爷出去走啊 什么都有 既然如此 怎么就闹到了这个地步呢 双方不约而同的说啊 原因就俩字 房子 这套房子是孙老先生跟萧女士结婚的时候买的 就在厦门大学旁边的干求所里头 那里呢 是海景房加学区房的配置 当初买这房子也是为俩人结婚之后 能够有个单独的安居之所 但是一谈起这套房子 萧女士呢 却悲痛心中来 她表示结婚三年之后 也就是2006年 她知道了个消息 这房子的房产证啊 下来的时间很微妙 房产证差不多是11月婚的尾巴 反正就跟我们结婚日期差一个礼拜 房产证比结婚证早下了一个礼拜 萧女士顿时就觉得自个儿被算计了 倒不是说自个儿惦记这房子 而是老伴的这个做法明显是在防备自个儿啊 再说了 老爷子大自个儿30多岁 他怎么就没有考虑到要是他过世了 我的医生该怎么办呢 我说 房产证怎么只有你一个名字 他说 反正以后我死的也是你的啊 你怕什么 这话也对 老爷子一旦去世 房子就变遗产了 当然也有萧女士的一份 可是接下来关于房子的麻烦事还没完呢 萧女士说 孙老爷子告诉他 房子虽然在我名下 但是那可是借二儿子的钱买的 当时出钱他是不够 老二的就垫了一部分 定了一部分 我们结婚了以后 就慢慢每个月就省起来 省起来还给他老二 我们连去买菜都舍不得买好的 存钱就要还给他老二 三万两万有 他们就来拿 他最疼的就是那个男孙子 一个礼拜也要来两次 也要来拿钱 你们拿出去 有谁拿 拿进来啊 要说老爷子的子女们也实在是过分 儿子来拿欠款 这就算了 怎么其他的儿孙也来啃老啊 萧女士恨恨的说 这还只是个开头呢 我看不过去子女们的这个做法 阻拦了几次 结果那几个子女全都挠了 他们竟然要把老人绑架带走 萧女士说老爷子被抓走之后 患了环境不习惯 还没几天就生病入院抢救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呢 孙家子女呢竟然趁他意识不清醒 哄骗老人起诉离婚 于是就出现了老人重病抢救期间 还要打官司离婚的一幕 萧女士的一番回忆 听了人心生愤恨 这得是什么样的子女啊 韩伯老人抓走父亲 还逼迫重病的父亲去离婚 实在是不孝之极 可是谁都没想到 孙老先生的儿女们虽然都背对着镜头 可说出来的话却是累落极了 他们表示 大家都被萧女士给骗了 或者说我们一开始也被萧女士给骗了 因为萧女士整个就是在颠倒黑白 她所说的全部内容都是编造出来 剥取同情的 首先说房子 儿子们讲 这房子压根就不是什么借钱买的 正是因为买房子是儿子出的钱 自然就不能够加萧女士的名字 不过话说回来 人家萧女士毕竟是她照顾老爷子 不给她留下些晚年的保障 恐怕是不合适吧 对于这点呢 孙家的子女又说了 她有保障啊 父亲的退休金她都拿着呢 当时她就知道 我们老爷子所以才说 答应她这几年 后续的这几年钱拿给你去买房子 因为她有点亏见她说 认为说确实是没给她 为了证明这一点 孙家子女还提供了父亲公司卡的 这个银行流水单 上面证实 孙老先生每个月 一万四千多块钱的这个退休金 确实都被萧女士给取走了 并且一取就是五六年 这笔钱算下来呢 可是八十多万 可萧女士不是说 这些钱都被子女们搜刮走了吗 对于这样的说吧 孙家子女真是气急了一样 这个人很可怕 真的 睁着眼睛说假话 我怎么发工资去找她三万五万拿 不可能的事情 她对外宣传是 老人的钱儿子都拿走了 是靠她的退休工资在养活老的 那请她提出证据来 她确实是胡说八道的 我跟你讲 她真的是拿了钱还还咬人家一口 孙女们说 这位姓肖的女士 不但拿了钱还将老人的生活整个给管制起来了 我的女儿生小孩 那对老人来讲是第四代 老人想给个红包拿不是钱 老人所有的证件 离休证 身份证 工资卡 什么社保卡 都在她手里 都在她手里 所以她自己说就这么着 为了钱 萧女士是越来越蛮横专断 老两口也渐身贤系 慢慢的 老人就觉得跟萧女士过不下去了 想离婚 当时老人表述得很清楚 没有办法过下去 老人的意思就是说 她对她不好 再继续生活没什么意思 我跟我可能就说 那一次就是有要跟她提出离婚了 在家里面 找那个农药要喝 要跳楼 吓死掉 她都 哪里还敢提个离婚的字 老人不敢提了 可是子女们说 他们愤怒 于是2012年的4月份的一天 孙家的这个大儿子 二儿子 加上女儿女婿 一块来到了孙老先生家中 要把老人给接走 但是萧女士对此的回忆是 孙家子女 那是来绑架老人的 说我们是要绑架老人的 老人是我们的父亲的 我们绑架他 老人如果不同意 我能把老人谈一下去吗 我跟你讲 老人个子比我大 老人当时的体重大概180只 说实话 我背我都背不动 反正他们这一家人 很会骗故事 孙家人认为是 萧女士控制了老父亲 他们为父着想 才要促成离婚 可是萧女士却满腹委屈 说孙家人编故事 不仅搜刮财产 还棒打鸳鸯 那真相到底如何呢 恐怕只有孙老先生 最有发言权了 可是老人家已经去世了 就在这个时候呢 孙家子女拿出了一段录音 一段孙老先生生前的录音 子女们说 这段录音记录下了 这十年再婚生活的真相 也正是这段录音 让他们下定决心 无论生活 都要帮父亲摆脱这个 看似悲情 实则心机深沉的继母 萧女士 就在孙老先生的儿女们 和孙老先生的后老伴 萧女士针锋相对 彼此认定是对方 导致婚姻破裂的时候 孙家子女提供了一份 孙老先生的生前录音 他们表示 这份录音呢 还原了孙老先生的婚姻真相 我们生活的头一年半 非常愉快 一年半一开始呢 他就开始 骂孩子了 骂得我这个儿子 包括着我女婿 到我家来 都要考虑考虑 很多具体问题 要讲起来 我这个男子 哎呀还饿了 真饿了 我这也不好意思讲 不要去吃多了 他们那个儿子 从我吃的 吃到最后 他吃不下了 那又炸了 那包饺子都要吃 听听老爷子 这些年的憋屈 着实是令人心疼 可是萧女士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接下来 孙家子女又放出了 一段录音 这是2012年4月27号的录音 据萧女士说 就是那天 子女们强行帮走了老爷子 那事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我最不愿意吵 一家 一个人都找赶紧 赶紧这样的 我才感情 没有过 außer管 我觉得我人家呢 要买钱 得了钱 这个老钱 为什么呢 我在五六年的工资 他买房子 是足足有 我觉得他bo 我这给我 要离婚就离婚吧 他这么 那你就满足一下老人的要求 免得怎么过不出来 对不对 有了录音在手呢 子女们是很有底气了 说萧女士是个贪婪的人 她之所以虐待老爷子 之所以对我们翻脸 就是觉得她要不到房子 也发脾气 但是对于子女们的指责 萧女士很不服气 录音的内容是你们有心录下的 说不定还诱导了老爷子 说不定还做了剪切呢 正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这些年来我对老爷子怎么样 坚王四邻可都看着呢 还是听听邻居们是怎么说的吧 两个人感觉还不错 很好啊 真的是很劳累的 为了照顾这个老人啊 十年八年都要扛着 扛氧气一个礼拜 扛着一个氧气到四楼 那个四楼是不顾高的 老师就是带上来散步 一个车推着 尿袋啊什么的 他在弄 这就怪了 边上住的都是几十年的老礼物了 难道他们看见的是假的吗 但说起这事的 孙家人是连连摇头 说这才是萧女士的可怕之处 她呀太爱演了 那是真真正正的 人前人后两张脸 他出去要见人啊 哇给他牵手啊 给他什么给他整理 说干嘛就是做给人家看的 他都给我养了 两个人在一家啊 越靠得紧 别人越来越感情好 这是原则里面 但是没有人都不好的 咱也都找我们两个子啊 他妈回家就坏了 孙家人说 这位姓萧的女士 整个就是一碍眼的后母 人前做样子 人后欺负老爷子 到最后呢 老爷子自个都表态 坚决离婚 这就坚决离婚 这件重新啊 太深刻 这两天 我就过得非常 失负 于是老人在住院期间呢 就提起了离婚诉讼 2012年5月 法院的一审判决下来了 支持了孙老先生的离婚诉求 然而呢 萧女士以夫妻感情 尚未破裂为由 提出了上诉 但是就在这时候 意外发生了 孙老先生的病情突然恶化 还没等二审判决下来呢 他就去世了 都说人死灯灭 这些个矛盾 是不是也该随之化解呢 可是事实上 恰恰相反 老人去世的第二天 也就是2012年的9月7号 孙建仁来到了孙老先生 生前和萧女士 共同居住的家里 说是要取老人的遗物 可此时的萧女士 连门都没开 我敢开嘛 你们约10个人 我敢开嘛 后来呢 门虽然开了 可是战争也燃烧起来了 于是我们故事一开始的局面 就出现了 进去他阻挠 阻挠就把他拖出来 他给我打得昏了 扔到门口 扔到门口就穿那一件背心 还被水淋得整个湿搭搭的 我才会拿那个刀放在身上 有一趟我拿刀 他就不敢拦我了 没想到他们就来抢 就继续又打 矛盾演化到了 谁都没有想象到的程度 积攒了10年的恩怨纠葛 因为老人的突然离世 瞬间爆发了 这场争执的结果 那是两败俱伤 孙家大儿子的右手 被萧女士用刀给划伤了 萧女士由一位大儿子的踢出害 妇人在受伤住院 住院之后 萧女士又听到了一个 重创的心灵的消息 当我被赶出来才知道 他连那个9号楼102的那套房子 也是老头的 就一套就过户给他大儿子 我们住的这一套 就过户给他老二的女儿 早知道没房子住 我就走了 我何必还受那么多年的苦 萧女士这才知道 早在结婚之初 那老爷子就对房产做好了安排 那自个儿这些年来的忙了 又算什么呢 其实到了这一步 也有不少人都劝萧女士 说老爷子已经走了 你们俩也离婚了 就别计较了 但是话说回来 他们俩真的离婚了吗 还真没有 前面我们说了 二审判决还没有下来的时候 老爷子就因为病情恶患 突然去世 法院表示审判终止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这婚没离成 孙老先生和萧女士 还是夫妻关系 哎呀 这事情又复杂了 因为夫妻关系依然存在 萧女士和这个孙家的子女一样 都是第一顺位的财产继承人 于是萧女士呢 就接连写了两起诉讼 第一起诉讼 转告孙家大儿子故意伤害 要求赔偿十万块 第二起诉讼的老人的抚恤金 上当费等近二十万元 由他来继承 同时老人去世前呢 在儿子家住了五个月 这五个月的工资是遗产 也该给他 我也不是说 我自己一个人要兜拿钱 他律师就是说 你大部分你老头是你一个人在照顾 你照顾了他十年 你这个本身你就可以兜婚 再来一点 他把你家所有的财产都抢走了 根据法律哪一条的也可以兜婚 现在呢 萧女士不是离异的妻子 而是孙老先生的遗孀 面对这样一个已经事成水火 又要来征父亲遗产的继母 孙老先生的子女们会做出如何反应呢 萧女士的诉求 又能否得到支持呢 刚才我们说到 萧女士连写两指诉状 将孙家子女告上了法庭 对于遗产官司 法院很快就做出了判决 孙老先生的抚恤金和丧当费 总计约18万块钱 由萧女士和孙家五子女平均分割 同时 孙老先生工资卡上的那个剩余钱款 萧女士继承一半 大约一万四千块 对此判决双方都无异议 但是对于故意伤害的事 双方却一直僵持着 原来这还需要进行伤残鉴定 可是萧女士的态度呢 变得很奇怪了 那些鉴定师态度太坏 又跟他们串通好了 我再怎么鉴定我也输 我不鉴定 萧女士不进行伤残鉴定 法院就没办法审理 那她为何如此呢 原来萧女士始终认为 自己曾经居住的那套房子 应该有她一份 孙家子女们这样把她扫地出门 太无情了 也太残忍 我残疾啊 我现在无家可归啊 是不是 你们房子那么多 我就是没有地方住 我才会来 来试货你一个老头 来嫁你一个老头 三年多来 萧女士就一直住在救助站里头 她说自个儿无家可归 也无处可去 但是对于萧女士的这个 委屈和可怜 孙家人没有丝毫的同情 她们觉得原本 萧女士是可以过得很好的 她凭什么住救助站 因为我认为她本身 她有退休工资 她有侄女 我认为应该不符合 救助的条件 什么 萧女士是有儿女的 可是对于这个问题 萧女士却并不愿意提及 儿子来看你吗 我们就好像就 自从跟老头结婚就 不是很好 关系不是很好 萧女士跟自个儿的儿子关系不好 跟孙家的儿子还有官司 她的未来在哪里呢 人生难得老来万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道理 不管是萧女士还是孙老先生 为了给自个儿的余生 找个值得依靠和信赖的伴侣 他们都尽了心 用了情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两位老人之间一开始 确实是真爱 然而对于老年人的 这个从组家庭来说 要想维系一大家子的感情 需要的可不只是自个儿的爱 更需要把经济关系 分割的坦荡明白 孙家人指责 萧女士变脸了 爱眼了 萧女士指责 孙家人算计了 变心了 可能都跟这段婚姻 在涉及经济分割的时候的 不坦荡 不明白有关 所以呢 我们也建议再婚的老年朋友 寻找办理没有错 可是结婚前 一定得把财产问题 以及日后子女继承的问题 说清楚 写明白 有了感情基础 再加上白纸黑字 老年人再婚生活才有了幸福的保障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隔离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 让我们大家伙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 再见